哈嘍 哈嘍 大家午安 今天是個special day 情人節快樂啊 哈哈哈哈 突然有人昨天就過了吧 因為嫁很多人 很多人昨天就已經過完了 會不會還有人今天要去過的 可能可以看一下 等一下的東西 等一下就幫我跑去 直接先試一下 先穿一套裝 嗨 午安午安 今天是新 不是新朋友是老朋友回家 大家還記得嗎 還是家綺來了 午安午安 等大家進來 好等你們進來 大家進來是不是可以先 先講一下我們這次直播活動 我們今天就是呢 幫我們按讚分享 留言 留言的部分要take三個朋友 打說一起當個小妖姬吧 小妖姬吧 還有一個撞生詞 小妖姬吧 小妖姬我們後面會介紹一下 然後我們直播快要結束的時候 我們會抽一位送出紅蜜金 三百塊 但是你們一定要在現場喔 對 我們喊你的時候一定要在 也要喊一聲在 我們才算 才算你有拿到那個三百塊喔 是的 好 然後我們官網的部分呢 現在他也有在精選那個 早春的東西 單品是有六折的喔 大家可以去購物車刷一下 先加入了 對 我覺得六折很便宜 六折真的 我之前六折都會狂 而且現在就是在出青環境 你大概我們可能在冷個幾周吧 大概就又可以轉夏天 就可以拿出來穿了 是的 然後還有一個社團 還記得嗎 他叫做AIRSPACE的鐵粉穿搭研究室 嗯 那我們那個裡面呢 是所有屬於正裝的品項 然後大家就是會在那邊分享穿搭 小編有辦一個活動喔 這個名稱好長喔 擔心一下 他叫做 吼莉漂亮一整年 曬恩愛玲收心紅包 是嗎 就是你只要上傳照片 任何有愛的照片 那你覺得很有母愛啊 還是什麼啊 都無愛啊 小孩的照片啊 然後小孩之類的 都可以獲得紅利金五百塊嗎 好多喔 五百喔 活動直到明天中午 就是只剩一天的時間了啦 對啊 所以大家可以加入我們的社團 然後參加我們這一次的情人節活動 好喔 那大家都進來了齁 記得要趕快幫我們按讚分享喔 然後要take三個朋友 好像還蠻多人還沒有take朋友的 因為我們今天 現在今天Blue Monday很好 今天下雨天啦 對 有點憂鬱 來看一下直播 是不是等一下心情就會好一點 然後購入車又加一百 欸我們今天呢 直播的東西很厲害 對啊 很多我自己都想買的 這就是我們之前的 這上也很好看 算是我們之前的熱賣延伸吧 對 算是 3.0 3.0的那種 沒錯 好那我們差不多開始囉 OK 好那 要先看喇叭褲嗎 我覺得喇叭褲很正 好 可以先看 這個呢是我們就是新的褲子 那這個褲子 我不知道之前大家有沒有買過 我們家的那個 神褲系列 對 彈力牛仔褲 神褲系列 那他們家的每一個系列 其實我都有 就是最早之前的收復啊 然後變小的 什麼 就是看起來 頭髮很細的 然後還有後面那個 假屁屁的那一款 對屁墊 對屁墊的那一款 然後再來就是 帶我身上這一款的 3.0 那這個3.0呢 其實是有一個很重要的功能 因為其實女生 年紀就是開始 有一點年紀初呢 就難免會有點小腹 可是我覺得很多年輕的女生 其實也有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大家很愛喝冰的 就是會難 就是會 難免就是會有一點點小腹 肉肉這樣子 然後我們這一次的 牛仔褲款呢 就是我們主打 收復功能 那它呢 一樣也是有 我們之前的牛仔褲的 五項專利 就是它是有一個這樣子 超級高的腰頭 這個腰頭呢 我看一下幾公分喔 7.62公分 高彈力的 就是它這邊是一個鬆緊帶啦 如果你們沒有仔細看 可能不知道 你們這一圈 全部都是它的那個 腰頭設計 然後它這一次呢 幫你們把拉鍊做在側邊 因為之前的都是做 一般牛仔褲的 就是有做雙的排扣嘛 之類的 就是中間有一個拉鍊 像這樣子的感覺 但這一次的話 我們是把拉鍊做在側邊 讓你們的收復功能更加明顯 然後也會 因為我拉鍊在這邊 它會這樣子壓進去的這種感覺 然後你們一定會想說 蛤我拉鍊在這邊 會不會很容易爆開這個問題 我跟你講 AIR SPACE都直接幫你想好了 它是這個裡面呢 它還有再加一個這樣子透明的扣子 所以你在穿的時候呢 你其實就是把這個透明扣子扣起來 然後再這樣子往上拉 你其實這邊的肉肉都會被你這樣子 完全往內包覆的感覺 我覺得這款牛仔褲厲害的地方是 它彈性很好 可是呢 它的本身的布料 它又是做有點彈性加壓的那種功能 所以你的肚子啊 還有你這邊這一圈 其實都會瞬間被壓平的這種感覺 而且你看它這一塊 就是它的高腰這一塊 它是做這種寬的 所以你的腰瞬間 它就會被往內縮緊 就不管你的這邊 就是可能馬肉這邊比較肉一點點 但都沒關係 其實我覺得女生身材好 只要你的腰細 然後你的屁股就算有點肉 其實無所謂 因為你這樣子看起來 就會有那個 腰臀肥你知道嗎 就會看起來好像身材很好的感覺 然後呢 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款啊 是喇叭褲的褲型 大家有看到嗎 因為我自己的話是很多小腳褲 那這一次的話 我是有買小腳褲跟這種喇叭褲 因為我覺得喇叭褲 這兩年算是蠻時髦的 然後也很好搭 那如果你可能小腿比較沒有那麼瘦的女生的話 我就蠻推薦大家可以買 我們家這一次的這個喇叭褲的這種褲款 然後它的喇叭褲其實算是小喇叭 就是它不是那種Disco風格的那種大喇叭褲 它就是剛剛好的 就是有一點時髦感 但是又不會太誇張 然後這個 這次的褲子很厲害的地方是呢 它總共有分身高 然後跟尺碼去挑 像我自己現在穿的就是S號 然後是165身高的 就是它有分三個身高尺碼可以去挑 155、160跟165 那我自己身高是166 所以我當然就是選165的那個尺寸 然後165的那個公分高呢 它又可以再選SM跟L號 欸這個真的要鼓掌一下欸 12個尺寸 總共有12個尺寸 欸你們去外面買牛仔褲 你們有遇到就是這種的嗎 很少吧 而且通常我們買S號 因為我自己是高哥 就是我自己的那個下半身我會穿S 可是每次都是褲子的長度真的不夠 所以就會讓人家覺得就是很阿咋 你知道嗎 我要嘛就是只能選腰頸 要嘛我就是只能就是抉擇那個褲子的長度 這次的SSJ幫你們解決了 反正就是三個尺寸 然後三種從身高給你們去挑 所以你們一定是可以挑到適合你們的尺碼 就算是小隻女孩也可以穿到 你看小隻女孩如果是155的啊 然後如果你們可能下半身比較肉一點點的話 那其實很多褲子你們可能就都沒有辦法穿 就是可能尺寸太大你可能褲子又太長 然後又太狼了這個問題 所以小隻女孩甚至是最瘦最瘦 異物身高的S號女生 你們也有褲子可以穿 所以這次真的是大家要買一下 然後還有那個給你們看一下 他的後面的地方 他是有做一個這樣子脫高的 就是他的口袋的部分他是做小口袋 像你們自己一般買牛仔褲 應該有時候會遇到口袋很大 然後他這個就是視覺上會 不小心讓你的屁股看起來比較大一點點 那這次的話我們的口袋 有幫助你們稍微再縮小一點 變成小口袋的設計 然後你們的臀型的話 視覺上也會看起來比較小這樣子 好然後我身上的這個顏色呢 就是經典的丹寧色丹寧原色 然後他的顏色是那種很飽和的藍 然後你們夏天的話 其實搭配各種顏色的衣服他都很好搭 然後除了這個藍色之外呢 還有一個這個煙灰感的這種黑色吧 對黑色 對黑色 然後他是有一點點灰調的這種 就是他不是純黑素面黑 他是上面有一點點煙灰色的這種 這種牛仔褲的款式 這兩個顏色都很好看 然後我自己的話其實是還蠻喜歡這種 煙灰色的牛仔褲 就喜歡上面搭一些比較亮色系 比如說黃色的啊粉色啊 然後或者是那種就是比較亮一點的綠色 其實搭這個顏色我覺得都會蠻漂亮的 好喔這個牛仔褲就這樣子囉 總共三個尺碼 然後三種身高給你們去挑 然後兩個顏色 那上衣的話是新的吧 新的新的 新款上衣 就我們已經換春裝囉 然後這些上衣呢 他就是做這種就是交叉系列的 那我今天裡面我是剛好穿那個 黑色的 黑色的平口內衣 這也是他們家的 所以如果穿黑色的話 是會有一點小微透 那你們就自己看個人 他其實是做這種深V款式啦 所以你們如果是搭自己一般的內衣的話 其實會看起來就身材還不錯 對 只是因為我現在是穿平口的 所以可以稍微擋一下下 但如果你們穿一般內衣的話 其實胸前我覺得看起來是會蠻有料的 就是很辣這樣子 然後他的材質的話呢 是做這種有點坑紋式的這種針織棉料 所以穿起來就是厚薄度剛剛好 然後也不會像一般的那種黏脂T一樣 看起來皺皺軟軟的感覺 總共三個顏色 還有這個 這藍色也是他們家蠻厲害的顏色 就是這顏色最近大家都還蠻愛的 有點煙灰藍 對很顯白 然後再來就是最顯瘦的黑色 黑色 基本包色吧 對啊 而且我覺得黑色搭這種牛仔褲真的很辣 對 如果你們喜歡搭那種小大妹的話 就是搭黑色也還不錯 然後他就是做這種微微小短板的這種設計 下面也是做這種比較寬的 我覺得下面好像有一點點小時候腰的感覺 有 好像不會要太短板 對對對 他這邊是做這種寬的 然後有點收腹的 真的肉肉的 對對對 所以你穿這個的話 他一樣也是這邊有幫你們這樣子 往內收一點的感覺 反正你就是穿這上下身 你都看起來腰都會很小啦 對 好那就這三個顏色給你們挑囉 那我再去換 好 你們換好花 褲子真的是很厲害 欸你的是 我的是穿 我穿的是窄管 剛剛佳琪穿的是喇叭褲 我覺得喇叭褲很好看 但是如果你們有些人不太愛喇叭 怕太復古或什麼樣 沒有嘗試過窄管應該就很基本了吧 因為窄管平常就可以穿了 對 窄管的話我現在穿的是 因為我是 我身高是165 然後我大概是53公斤 所以我現在穿起來 你們看得到齁 他現在是在我的 呃大概腳踝 其實有到腳踝處喔 那因為我現在穿的是那個兩根鞋 所以你可能會覺得比較短一點 但如果你今天是搭短靴的話 其實他長度是夠的 剛剛好 對就剛剛好就是到那個腳踝處 你就不用再反折他 就非常的貼合這樣子 然後我其實是要再講一下 我覺得這個 這個後面屁股的地方 我覺得他實在是很 說他十分好像不太夠 因為上一次的專利 我們是有臀墊的 大家還記得嗎 屁墊的褲 對就是有牛仔褲裡面是有屁屁的 他有加一個屁墊的 那因為在門市上面呢 可能很多客人來市 他們會覺得太害羞了 就是真的太浮誇 太俏了 我覺得你們可以選這一件 因為這一件它是最新版的 怎麼說呢 我覺得中間這邊我很滿意 因為其實就像剛剛佳琦說的 就是大家喜歡吃冰的 生理期來啊 或是你剛吃飽啊 你知道大吃的吃完之後 會擔心這一塊 會很負擔 但是這一塊其實我們家 真的是很貼心幫你收到左邊 就是側邊這裡 然後裡面就是這一個 有一個防爆扣 有看到嗎 建議給你們看 這裡 這裡有個透明扣 所以你這樣扣起來拉鍊 你在大動作蹲下 或站起來的時候 它都不會爆掉 你不用擔心說 穿鬆之後 這邊會不會狼狼 就是這裡 這邊這個地方 不會 因為我們這裡面都超彈的 非常貼合 它這個彈性布料 是就是很能伸縮的 大概是可以讓你耐穿個 我覺得 有時候牛仔褲是真的 可以穿很久的話 這版型就會很好看 因為它大概可以穿個一兩年吧 我還有客人來問 就是第一代的褲子 還有沒有 沒有版本 我就跟他說 你直接買這個最新的 因為我們已經改良到 好多個版本了 這是最新的款式 那屁股這邊呢 我覺得它這邊這個 這個小小的這個短板 這一條線 它叫做那個縮臀折線 這兩個的用意在哪邊 這兩個用意就是要把你的屁股 集中 脫高 脫高 所以如果你是骨盆寬的女生 假化寬 假化寬 或是你覺得你這邊的那個 那個線條沒有那麼順 你可以嘗試看看我們家的褲子 因為我覺得我們家的那個牛仔褲 線條穿上去是很順的 就是它那個這邊不會讓你有一塊肉擠出來 你也不其實也不需要穿到五盆內褲 或塑身褲 因為它的那個面料跟材質 真的就是幫你把肚子收縮起來了 所以這個可以嘗試看看 你們可以來門試試穿 或是去官網去搜尋試穿 都可以 就照你們正常的版型啊 就OK了 然後屁股這邊口袋也是做小小的 這個很特別耶 因為通常像是大排的褲子 也不會去注意到口袋的問題 口袋的問題 對因為你看這樣子 如果不管是大屁屁還是小屁屁 這樣子做完之後 他們那個屁股看起來都會很高很翹 好像你有去健身一樣的感覺 對然後 然後腰盒也很高 就是屁屁的那個最難練的這邊 下圓 下臀跟上臀都幫你就是hold住了 對它這邊有一條這樣子的線 對它說視覺上你就會覺得 欸你的這個地方啊 就屁股的至高點就往上屁 就是你好像穿了一個什麼 提臀 幫你提臀的那種hold住的感覺 對我覺得很滿意啊 然後它藍色也是有一點點腿部 大腿這邊刷一點白 它是做深藍色的 對然後如果你是比較小個兒的 你可以選155公分 然後還有160公分 那像我165我就拿165的 對我想到底 因為我想要到最長的地方 所以我就會拿到最長的長度就可以了 對然後下一罐也是有兩個顏色對嗎 金色 黑色跟藍色選不出來 選不出來 選不出來欸 因為黑色搭白靴也ok 然後深藍裡搭米色類的靴子也ok 真的很難選欸 如果你們就是平常要工作褲 有要穿那種黑褲之類的宅館的 你其實也可以戴這件 因為我覺得它的那個彈性真的是極好 而且有些褲子不是這邊會炸那個 有的會比較不好一點的會炸毛啊 還是什麼的這件就是牛仔褲 洗毛球的 對洗毛球啥的 這件完全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面料是彈性的 是很舒服的那種又不會太悶 因為像生理期來如果你要就是女生會這邊很悶嘛 它的材質是薄薄的不會到太厚 所以夏天跟冬天都還能夠穿 對然後上衣呢上次也有跟你們介紹過 上衣我大概跟你們說一下上衣的話是短板的 那它是做長袖有一點尖線 這件的那個造型我覺得蠻特別 因為今年蠻流行一堆隆空的挖洞的 但是這一件是做在正 有點像是正上方 就是你胸部上圓的地方 然後側面看的話會就是那個線條會很深 這件蠻心機的耶 因為通常都是挖這樣 啊不然就是挖還有什麼挖法 挖尖 但是它這就是挖一個像斜邊的橢圓 就讓你好像想要很深溝 但又不是那種 要直接大露給你看的那個感覺 就還蠻心機的 對落影若鮮 就是要露不露 然後你側面正面都會有一種 就很想要一直往那個地方看 你的視覺集中在這邊 而且搭高藥的地方 然後這邊就不會露肚肚了 不會擠露 完全收起來 就不用擔心說啊這樣子肚子都不會跑出來 那這邊看起來就很細 這樣穿也很辣耶 對啊而且我喜歡它的袖子到這麼長 我的手算蠻強的 袖子到這裡 就不會這樣子有點太短的感覺 嗯 嗯 然後是有間線的 也是三個色 對 黑白 黑白也是小辣妹的顏色 這很基本喔 對啊 那是這個有特價還是490還是390嗎 這個 這價錢如果只有490或是590 我們來看一下喔 其實蠻能包色的耶 對啊 剛剛佳琪的是短袖是490嗎 400 這件你滑滑手上是490 我的這個長袖是490 對然後佳琪剛剛的更誇張 390嗎 不會吧 佳琪身上的是兩件798 蛤 啊 所以不到 500塊錢 因為我不會 這個我身上一件是490 然後剛剛佳琪穿的短的是兩件798 不到400塊錢 所以很能包色吧大家 就是黑跟白就是基本啊 如果你不要那麼辣那麼個性的話 你就可以選這個顏色 就中間色 然後去搭深的褲子 這個顏色也很歐美啊 這個顏色其實是很有質感的 就是秋冬的顏色啊 杏色 有點男性 而且我覺得這件真的這樣穿超級歐美 就很瘦耶 就是你家有的地方都有凸出來 你家有胸部然後屁股然後腰就進去了 對 對大家好不好 這直接帶 怎麼辦要包給了嗎 好我們先看下一套囉 還有很多 等著你們 好 沒有 我們終於來了 神裙 真的不一樣 是的 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神下半身系列呢 有分兩個褲款 然後跟一個我身上的這個裙子 真的超好看 好瘦喔 對啊 而且我覺得這件真的版型超好看的 真的 而且我自己真的私心可以喜歡這種顏色 這種顏色真的 不會像黑色一樣那麼死 你知道嗎 不會單屌 對 然後就是看起來就很有個性 而且它會有一種就是街頭辣的感覺 喔 對對對 然後這一次的這個裙子呢 它是做這種就是中長裙 那如果是一般嬌小女孩的話 其實穿起來長度我覺得會差不多啦 它不會插到太多 它都是那種有點帶優雅的那種感覺 我覺得現在這個天氣這個長度算是剛剛好 因為如果是太短的裙子的話 現在穿又有點冷 我覺得這長度算是最長肉 然後看起來又會比較優雅一點的長度 然後它中間的地方也是很心機喔 它有幫你們做一個大開叉 我覺得如果單看照片的話 大家可能會覺得 比較對褲款比較形容 可是我現在試穿之後 我覺得裙子真的超級無敵瘦 尤其如果你們是屁股這邊 比較肉一點的女生的話 我還蠻私心大推大家可以買裙款的 因為裙款真的是下半身修飾 真的是超級無敵強 然後它跟剛剛褲子一樣 它一樣也都是有做寬板的收腹功能 然後側拉鍊裡面也有做按扣 然後呢後面的一樣 褲子的地方 跟褲子一樣就是後面的口袋 也是做小口袋 沒錯 然後也是有做一個提臀線 然後旁邊也有在做一個 兩條車線幫你們把兩邊的這個肉肉 或是往內壓 就是你們收到的時候 你們就會發現 欸這邊怎麼會多一條線 你們一般外面買的是不會有這一條線的 沒錯 然後它這個就會幫你們這樣子 立體的那個縮臀的折線 幫你們這樣子往內收緊的感覺 然後我覺得裙子的話呢 因為它本身又很高腰了嘛 然後我們家又有很多 就是這種類似的短板上衣 所以其實你搭像這樣子的裙款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欸你的比例瞬間變很好 你知道嗎 就是上半身短短的 然後下半身你就會覺得 欸就是有一種三七身的那種感覺 對 然後我自己是166 我穿起來的長度的話 大概是在我的小腿的一半 就是最下面大概是在小腿的一半 然後你們其實可以穿靴子 或是跟我一樣穿一個涼鞋 我覺得也都是ok的 那裙子的部分的話呢 一樣也是有分兩個顏色 那裙子就沒有分身高囉 它就是只有分SNL三個尺寸這樣子 然後一樣有兩個色 藍色然後跟我身上的這個煙灰色 然後上衣的部分的話呢 你們就可以 如果藍色 喔 有五個顏色 其實很多女生都會穿像這樣子嘛 就是最基本的這種修飾款 黑色配藍色 對啊 黑色配藍色 然後或者是灰色 其實要這樣子搭 也是ok的 對 所以就是這幾個出的那個 這三個裙款跟褲款 我覺得大家是可以挑 兩個款式去包啦 比如說你可能褲子你選一個喇叭褲啊 就是你可能比較喜歡穿喇叭褲 你就選喇叭褲 然後你再挑一個裙子 這樣子你其實能搭的場合 我覺得就蠻多的 對對對 你們可以選一個褲髮 一個裙塊去戴這樣子 好裙子就像這樣子囉 大家還有什麼問題嗎 然後我自己穿S的話 我是覺得就是真的是 比較合身喔 像如果你們跟我一樣 大概166 15E左右的話 你們想要穿的舒服一點的話 其實你們戴M號 我覺得也ok 對 就是尺寸上面的話 因為我們家的這一次的這個 收復功能算是收的蠻緊的 因為它就是要讓你的肚子往內收 沒錯 就是你穿這個你會忍不住 想要抬頭頂胸 你知道嗎 整個就是有一種碩身的功能 所以你們如果想要追求 稍微舒適稍微鬆一點點的話 你們往上帶一個尺寸 我覺得也是ok的 對 好然後上衣的話呢 一樣也是我們這一次的 春裝新品 對春裝新品 然後這次的話 一樣也是說 出短袖的 然後我覺得這種就是 很基本很好搭的款式 有人會說 剛才的老爸褲 150公分會長嗎 我們這一次的話呢 有分三個尺寸 就是它有150、160跟165的三個身高 然後都有各分SM跟L 所以如果你是150公分的女生的話 你就是選你的那個身高 155的就好 對啊 真的 真的 真的很齊了 所以你們去官網挑 一定是可以挑到你們有滿意的 好那我再回來上衣喔 然後上衣的材質的話 一樣也是跟剛剛那一款一樣的 就是我剛才穿的那一款一樣也是這種就是 羅紋 不是羅紋啦 就是有點坑條式的那種 針織棉的這種感覺 然後它不會太厚 因為如果大家是不是想要買春裝 不想要太熱的話 我覺得這中南部穿也蠻適合的 它不是那種很悶的那種布料 然後它的排扣部分是有做三個排扣 然後是做虎過扣的 所以你們可以依照自己的身形啊 你想要怎麼露都OK 然後如果是全扣起來的話 它就是做一個比較優雅的這種 有一點圓形的這種方臉式的這種感覺 就挖的稍微低一點點 然後鎖骨的地方都露得出來 然後這個的話呢 有這樣子 一個五個顏色 總共五個顏色 這次的上衣好像很好挑欸 對啊 你們可以從顏色去選啊 然後各個版型你們都選一個這樣子 這樣子就還蠻好搭的 那顏色的部分的話 一樣也有這個煙黑藍色 然後還有白色 然後再來是還有灰色跟黑色 就是這幾個顏色 五個顏色給你們去挑 我就知道五個顏色 大家一定會想說 好多顏色我都想要買喔 所以這一件也有一個甜甜價 兩件只需要五百九十八 對兩件五九八 超華色的 所以三百塊一件都不到喔 所以 直接給大家包色價了 對啊 可以直接買多買幾件 多買幾個 因為這個其實很好搭 你就是上班算 或是出去晚算 其實都可以啦 它比較不挑場合 因為它算是比較基本款 搭棉褲也很好看 對啊 就搭棉褲或是運動褲啊 什麼的都可以 嗯 然後有人問說 剛剛那個牛仔褲有屁墊嗎 沒有 那就是2.0吧 對2.0才有屁墊 屁墊的是2.0 然後我們這次出的 今天上架的是3.0版本 然後3.0主要是收復功能這樣子 大家可以看你自己的需求去挑 沒錯 如果你真的想要屁墊的話 你們就是挑2.0這樣子 嗯 好 那我再去換了 好的 好的 那您結束了 今天要穿什麼去約會啊各位 這是 有多 這是你們看 男人追著你跑款 男人追著我跑嗎 男人追著我跑嗎 嗯 等下穿出去就有了 你們可以選這一件欸 我覺得 因為這件彈性好好喔 這件吃飽好像也不會很 很很罪惡的感覺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它這個有這邊啊 有一個小細節 喔抓皺 這裡有抓皺 這邊 然後這裡也有 兩邊 對 好貼心喔 它就是坐在這個腰側 所以你其實不用拉得太平 就是這件它是不用拉那麼長啦 但是你想要長一點你也可以這麼拉 但如果你不用的話 你就是正常穿法 它就會有一個 就是這邊會有一個皺褶 自然的抓皺 有一個垂墜小小的抓皺這樣 就是讓你吃飽不要覺得肚子很小肚很明顯 這個顏色好特別 這顏色是駝色 算駝色 算駝色 然後這就是標準剛剛小編講的 男生會追著你跑 為什麼 因為他們看得懂 就是小肉香煎 這個香煎直接放送這麼多給你 就是直接這樣 而且它是切一個小 就是三角形欸 它是這樣子 這是直角的三角形嗎 對 我覺得學不好 就是 就是幾度 反正它就是切一個這樣子的 那個很犯罪的角度 你覺得 你覺得這樣很性感 我覺得這樣很那個欸 我覺得這個會想要 比大肉特肉更性感 對就是你可能看電影幹嘛 會想要跟你有一點肢體接觸這樣 就是做 讓它做右邊 這一邊的感覺 就是會有一種 你看就是這裡很女人味的感覺 你懂嗎 就是不會太太波辣 或是太性感 太太那種 太over的感覺 太輕略的 對對對 它就是有一種小女人的那種 裸一邊肩子 給你看一邊 大家學起來 穿這種衣服的時候 你要走到男生的左手邊 左側 它要在你右邊 然後他就會想要給你 欸還是他你要讓他摸這邊 也可以 反正就是這樣子挖一點點 我覺得是男生看得懂的 這種剪裁是 我覺得是很基本 然後又不會到太over的那種 然後它的彈性 真的是極好 因為它真的是 很可以撐欸 你有看到嗎 這個這麼能撐 但它沒有 它是純棉 然後棉質的感覺 裡面沒有內刷毛 看起來是不是有一點好像 蠻厚的 看起來蠻暖的 看起來很暖 可是它穿起來也是真的蠻暖 就是那種不會起毛球的面料 有點像是 它不能說是摩帶而彩 因為它沒有到那麼薄 就是棉質的那種 彈性很好的 對 然後是就是很fit 很合身的東西 你們可以就穿那個 我們家那個破級的塑身褲啊 把它穿起來 就不會有那個 曲線的 對對對 就是那種 褲痕或是 就是小荒的問題 都沒有 這邊都會很好看 而且屁股都會看起來都翹了 欸這個顏色真的好高級喔 對啊 就是好像沒什麼 但是它的那個檢查看起來很有 正 就怎麼講 儀式感嗎 很好看 而且我喜歡它這樣子剪這個 剪這個袖子 很像有一種那種公主的那個 那個袖套嗎 它叫袖套嗎 它叫公主的袖套 有那種感覺 就是你不想露那麼多的手臂 就可以選這一件 欸這個位置 這邊是一定不會掉的 它不會掉欸 就是它是固定在一個位置 其實如果你肩膀小一點 你是不是可以把它拉上來 但我肩膀就是蠻 就這樣正常 我覺得它弱在這邊 因為你把它這樣子起來 就沒有那個 露那個肩膀的效果 你就把它掛在這就好了 應該是不行的 我覺得不用拉到上面 因為它這邊也沒有做肩線 所以它就是幫你們設計 但是它就是 剛好卡在這邊 不會 所以它不會掉落 很擔心 它不會一直這樣子 吹下去不會 就是剛好卡住 然後你這樣子大幅度的擺動 它也不會跑上跑下 對 然後也不會雷手臂 還OK 不會擠肉肉出來 還好 欸剛好藏到手臂欸 對啊 所以我說就是很像那個 就是那種有那種 包袖子的那種 的感覺 就是不會手臂很軟 這邊 因為它是有肩線的 肩線在這 沒有頭髮擋住 有看到嗎 肩線在這 啊這邊沒有 這邊 這感覺 蠻燒的 對啊是不是 就是好像 好像沒有什麼東西 但是它就是會讓你 就是一直看 會這樣一直看 然後看你的body的曲線啊 或是這裡的抓咒啊 然後就是 該該要顯出來的地方都有 你們再加一個外套就好 譬如說 可愛一點的毛毛外套 或是你要帥氣一點 大衣外套 皮腕套都可以 嗯 對很展現身材的一套 好然後還有黑色 其實它的後面 給你們看 後面還有一個腰線在對不對 對 這裡 它有幫你抓一個腰出來 沒錯 一點點的高腰 它拉比較高腰的 它就是有幫你小小做一個射線 這樣子 看起來上面的比例就是三張 下面是推很長的感覺 還有黑的 黑的也好看耶 黑的就是辣妹款 基本 黑的就是辣 就是辣 就是性感 黑色你就是怕胖胖胖胖胖胃這邊 很胖胖的感覺的話 你就選黑的 黑的就是一定安全 但我覺得這顏色蠻特別的 沒錯 你配你色 而且性色外套也可以 蠻便宜的 它不會只有590 690 690 690 很可以耶 690可以解決 因為整件洋裝 就是等一下就可以去吃大餐 沒錯 很花的來 真的嗎 對啊很好看耶 那你現在今天來不及買 你沒關係 你先買3月14 穿出去 對對對 每個月14都是吧 沒錯沒錯 每個7月7號 會不會太久 那你可能7月7號 就看到這件事要先買起來 活動很多耶 對活動很多 這個去Party也可以啊 對啊 就是參加別人的聚會 我覺得這件去去 呃春酒其實也OK 黑色其實也很日常吧 對啊 就是套個牛仔外套 或是什麼的 就可以出 就可以出去 去酒吧什麼之類的 我是搭靴子啊 都可以 對啊 然後它的那個長度不會到太短 因為165公分 它在我這邊 應該不用很短吧 沒有 應該還有空間 對所以還 還OK 好 然後它也有分尺寸 對嗎 有 SML 我現在是165是這樣 我就開A4 A4就很OK 因為有排性的 錯 好下一件囉 好下一件 好下一件 來下一款 我覺得我最喜歡一套的話 228嗎 228 228 樹那麼晚可以這樣子穿 然後我覺得我這樣這一套 其實算是有一點點 早春跟晚秋的一種搭配 因為我上面 上面是走這種比較沉春裝 然後有一點點活潑一點的雕花上衣 但是下半身的話是我們秋風最愛穿的那個皮褲 對 然後我先來講我的上半身 這上半身呢我覺得是很可愛 就是大家應該春天的時候 或者是夏天的時候 應該都還蠻喜歡穿上這樣子的 雕花感的上衣 然後 它就是做這種綿麻的 材質非常非常舒服 它是有一點點 小小的微微皺皺感的 然後上面還有再做一點點 有一點紋路有沒有 就是它看得出來它是有一點點紋路 不是完全都是做平滑的 然後它這件的話其實 穿搭整體上面我覺得也會比較方便 因為你就不用很細細的去衣 然後去整燙它 因為它本來就會有一點點小碰度了 然後它在夏天穿的時候也比較不會那麼熱 因為它不會整個貼在你 或是黏在你的身上 它的材質是綿麻的嘛 所以穿起來是非常舒服的 然後肩膀的地方 你看它還有再幫你們做一點點這種 小小的雕花設計 它這一款的話就是一點點甜美 但是不會到太誇張的那一種 因為最近比較少 就是這種比較素一點的雕花上衣 通常都會做整個滿版的 就會整個很少女很公主 但是這一款的話我覺得算是 日常休閒都可以穿 甚至你要搭我們家剛剛的那一個 3.0啊的牛仔褲啊 或者是牛仔褲 其實搭這個我覺得都會非常好看 然後手繡的地方 它也有在做一點點這樣子的鏤空喔 就是它這邊它是做一點小泡泡繡的 然後這裡也是有一點點鏤空感的 所以它穿起來就是還蠻修飾你的身型的 因為你的身型的地方的話你的手臂這一塊 它又可以露出來 所以你的手的地方就會看起來比較鮮細一點點 然後你還可以再搭自己的飾品 就是這樣子搭起來其實是蠻好看的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是波西米亞風的 對對對有點波西米亞風 你就還可以再搭一些你們自己平頂的那種 身飾帽子也是ok 出去玩好適合喔 對啊出去玩 或是你可以綁一個包頭啊 最近不是大家都會喜歡綁一個包頭嗎 綁一個包頭然後走一個這種就是 就是比較可愛俏皮一點的風格其實也很好看 然後它的長度的話呢 拉出來一點看一下 它其實中間這邊也是做一個這種就是收腰的這種設計 就是鬆緊的 對鬆緊的它是這樣子彈性的 而且它是做寬版的鬆緊帶 所以它不會讓你的肚子很不舒服 它就是輕輕的靠在你的肚子上 然後就這樣子壓在上面而已 然後它彈性也很大 所以你們穿起來應該是會蠻舒服的 然後你也可以自己去調整它的高度 比如說你想要長一點你就把它往下拉 上面一點的話你就這樣子它就會有一個卡住 然後這邊就會有一個自然的拋度 那這款的話有分尺寸嗎 有這個也有分尺寸 有SM跟L 三個尺寸 對三個尺寸給大家挑 那我自己穿S的話我覺得就是鬆鬆的啦 蠻寬鬆的 應該這款沒有不會很挑人 大家都可以穿的 然後後面長這個樣子 它這個是它的姊妹款嗎 對不是就是同一款 同款不同顏色 欸 薄荷綠嗎 來 朋友來一下 姐妹來一下 這款它是這種就是 比較漂亮一點點的綠色 而且這個綠色好像不算薄荷綠啦 我覺得我看錯了 它是有點帶灰調的綠色 所以它這個顏色算是蠻少見的 就你們平常在外面看也比較不會看到這種 很精緻然後比較低調點的綠色 對 但是它穿起來我覺得氣色還是很好喔 你們可以感覺一下 這一套的話就整個就是比較 含細一點的感覺 然後比較清新 然後如果你們想要穿我這樣子 下面帶一個屏股的話 我覺得是稍微拉一點的感覺 比較多啦 然後你們可以自己去挑喔 兩個顏色都很好看 那這個顏色很可愛 超顯白的 沒錯 嗯 然後手袖這個地方的話 它也有在做鬆緊 所以如果你們是要 往上拉一點的話 它這樣子也是OK的 看你們有一點小蓬度 對 有一點小公主的感覺 然後我的下半身 下半身很厲害 下半身也是超級顯瘦的皮膚 這款超多人問 真的喔 對 而且你們 那我覺得你們很會挑欸 因為這一款穿起來 真的超級無敵顯瘦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新建立 就是它這邊有一個 這個開叉 然後這個開叉呢 就會讓人家覺得 欸 你的大腿變得瞬間 變得超級無敵細的 就是會有一個大腿縫的錯覺 就算你可能本來沒有 但是你穿這個就會瞬間 有一點這種就是 蹦蹦的這種感覺 然後這件很貼心 它一樣裡面是有幫你們做褲子的 然後它的褲子呢 是做根色的喔 所以你們就算露出來 你們不用太擔心 而且你看它的內裡褲 是這樣子寬鬆的 所以你穿起來的時候 是不會覺得 欸 褲子裡面這個太小的這個問題 再來它的皮革啊 它總共有兩個顏色 兩個顏色都很好看 超難挑的 這個顏色的話就是 比較秋冬感一點點啦 因為是那種深咖啡色 然後這個顏色的話應該 我覺得 早春應該是還蠻好搭的一個顏色 因為它是這種奶白色 然後它的皮革我跟你講 超級柔軟 欸 這皮革我真的很少摸到 就是材質很好的這種皮料 它是軟軟的 然後上面是有一點像這樣子 鱷魚紋的 就是它不是那種 你們平常會看到的皮褲的紋路 它是這種比較狂野的 然後動物紋的這種系列 然後一樣是奶油白色 後面是做隱形拉鍊的 總共兩個顏色 然後有分尺寸嗎 有 一樣是三個尺寸 一樣三個尺寸給你們挑 然後我自己是16650 我穿S號就是剛剛好 非常的舒服 然後雕也很合 穿起來就是瘦瘦的這樣子 好總共就這樣子囉 兩個顏色三個尺寸給你們去挑 好那我再去玩 好剛剛佳琪穿的這個皮裙 是下一週的新品喔 所以如果你在工廠上沒有看到的話 不用緊張 下禮拜一就可以買到了 一樣可以辣辣的過你的初春 好 這件好像是剛剛的姊妹 喔是波西米亞紅的洋裝版 有點像是它剛剛是上衣 然後我這個是洋裝 蠻可愛的耶 好不習慣喔 哈哈 不會 但我覺得有時候穿一些 跟自己平常風格不太一樣 會有個反差 就是你身邊都知道 你覺得欸 你怎麼好像變得不一樣的感覺 對對對 會有不同feel 最近啊它也是就是全整身 都是那個燒花蕾絲 但我覺得它好處不同的地方 是它這個腰縮得蠻緊的 它的那個腰的這個腰封的地方 它是有一個腰身在 它有幫你縮腰 它的後面是鬆緊 這邊 整個是鬆緊 但是它是有做拉鍊的 它的拉鍊非常的隱形 在這邊 在這裡 然後它的這個燒花蕾絲啊 這邊都有幫你 裙板有在做一個內襯 就是裡面還有多一塊布 要防止那個曝光 它透光不會很那個 不會很明顯 對吧 因為我現在裡面穿深色的 其實還好看不太出來 然後它的袖子上面燒花沒錯 但是它還做了一點點的透膚 上面是就是一樣 跟剛剛裙子有做內襯 所以你們比較不會透 但是袖子有做一點點透膚 看起來比較活潑 會比較可愛 這件波西米亞通可以接受 很喜歡耶 因為它不會到太高級 雖然還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成熟 有點性感的感覺 但是就是純白洋裝 就是大家夏天一定要必備的 因為這種就是 平常要出去玩穿啊 或是日常要穿都可以 白色絕對不會錯 但它也有綠色 我覺得綠色很漂亮 綠色其實門市很多 很多客人是一直問的喔 這個顏色 你們看 綠色我覺得它是有一點點霧霧的感覺 它有一點點算是 有點算淡綠嗎 抹擦 然後不會到太深綠 就是剛剛那個有點像藍綠 但這個的話會再淺綠一點點 淺綠也蠻好看的 而且它裡面內襯部也都是做同一個顏色 這樣子 好看 它群長的話是在我的膝蓋上面 大腿這邊 我165公分 這樣應該不會算太短 它有一點點自帶蓬蓬的感覺 就是你在轉身的時候 它會有一點點300 還蠻飄逸的 然後我是穿S號的喔 領口是有點V0 所以我裡面加了一件我們家的那個 UPUP系列的瓶口 如果你怕太低的話 你就可以穿這個 或是你在 你不想露這一塊 你也可以穿蕾絲的 或者是穿那個 比較低胸一點的那個 桃心靈 桃心靈的 就不會露這一節出來 它就會是這樣 就會蠻低的 所以欸可以性感欸我覺得 它就是不會到太可愛 這件波形米亞風我覺得很OK 因為我不是這個 就是我不會穿到太那種太可愛的 但這件我覺得是就是婆 就你要性感OK 你要可愛可以 但不會到太太女 太小女朋友小女生的感覺 我覺得還能接受 然後這裡的抓作也很很長那個肚子 孕婦不知道怎麼能穿這件 這件 可能比較綿緊喔 這有翻賽事不是嗎 有啊有翻賽事 這可能前三個月應該還可以穿 對對對 你看拿大一點點 然後卸位的時候還可以還可以再穿 然後抓得很高腰 所以你這種空群你就不用怕會白色會拍起來胖胖的 因為它看起來是有腰身的 其實蠻氣質的 沒錯 對啊很可愛 很基本 然後你可以搭靴子 你也可以搭兩根鞋 都非常好 它的裙擺是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切那種小蕾絲的感覺 但它不是到荷葉喔 沒有到荷葉 小邊邊 對它有幫你做一個那種雷絲的收斂 就蠻可愛的 小蛋糕這樣子 沒錯 好 尺寸有問題可以問喔 因為我現在是穿S的 綠色我覺得是 配白鞋應該很好看 嗯 那我現在是奶茶 也可以 我覺得奶茶也可以欸 但如果你配白鞋我覺得會更好看 嗯 更亮的感覺 就是搭小白鞋就好了 小白鞋也可以 對啊 好 沒有問題就下一件囉 好喲 欸 欸 嗯 那家綺介紹之前有人問說 如果想要買神褲 但是不想要配太短板的上衣 有沒有別的推薦啊 配太短板喔 嗯 我覺得 我覺得這種就沒有算很短板 對 真織的毛衣啊 可以他們看一下 這樣 是我們未來的 未來的新品 像這種啊 它就是 版型比較正常長度 對不對 這個都可以當我的小外套 對啊 對啊 就是你可以 你可以先稍微看一下它的長度 因為其實 但因為現在會出很多短板的原因 是因為這樣的話會比較顯身材 對 除非你是真的非常非常不願意 連一滴滴的肚子都不想要露出來 不然的話其實 短板的話比例上會比較好 主要是因為我們的褲子其實已經非常的高腰 所以急著它會露到褲子 露到肚子的地方其實很少 但你還是建議的話可以這樣搭啊 就是像這種常常的毛衣 它就會完全蓋住你的肚子 這樣的話就不會完全不會露出來了 我們有很多類似這樣的款式 比較長版的 其實這牛仔褲你們也不用想說它一定就搭短板 因為你把它當成你自己一般的牛仔褲來搭就可以了 就是你平常會怎麼搭牛仔褲你就怎麼去搭 只是說 這一款是讓你在你的穿一些比較短板啊 或者是你可能會露出一些小肚子啊 或是肚子比較肉的女生的話 它是可以幫你們往內收的 對 它就是幫你們多做了這個功能 看起來會比較顯身材一點 所以我們才會都穿短板的衣服 讓你們看一下它的那個收復功能 不然其實你們是可以搭配你們自己的 甚至你要穿這種寬鬆的大衛衣也是ok啊 其實沒差 你就是把它這樣子放出來就行了這樣子 沒錯 好 你身上這邊好漂亮喔 來囉 度假洋裝 應該也是蠻多人 開時春天會想要找一些度假美洋吧 沒錯 對然後我覺得他們家的那個洋裝 每次我最喜歡就是 他們常會做一些比較歐美款 就它花色比較不像是你們平常路上會看到的那種 比較甜美系列的那一種風格 然後這一款的話呢 它就是我很喜歡的那種變形蟲的風格 而且它是做短洋裝 就是大家有沒有覺得就是短洋裝真的很難找 就是很常就是大家就是在路上看到的時候 基本上都是長洋 太誇張了 很多對不對 對都是長洋裝 然後甚至可能就是到這個地方 就是你要找到像這樣子的短洋是真的很難找 而且可能一下子就沒了這樣子 因為短洋大家都會很搶 那我身上這一款的話我覺得算是整個春天啊 或者是到正夏的時候都很適合穿的一個洋裝 因為它的顏色我覺得很漂亮 它的顏色是 你看它的底不是純白色喔 它的底色其實是有一點點像米色系的 所以你們就算是皮膚比較健康的女生 我覺得穿這件其實也很好看 然後它上面的本身的變形蟲顏色的話 是帶有一點點灰藍色的 你看它是有點帶灰藍色 然後裡面有一些比較亮色系的橘色 橘色 對 有橘調在上面的時候你整個洋裝就會有亮點 就整個很挑 然後我身上的話算是比較冷色系的藍色 然後它還有一個這個大地色系 天啊超好看耶 超好看耶 兩個顏色都很美很難挑 然後這個的話呢它就是比較帶橘中調色系的 然後這兩個顏色做成變形蟲洋裝都超級美 就是這怎麼會那麼好看啊 但是這兩個顏色我覺得都是不挑人耶 沒錯 可是整個人的那個氣色是好的 你不會覺得說 欸穿這個顏色 因為通常這個顏色的話 應該皮膚比較沒有那麼白線的女生會怕這個顏色 可是其實我覺得這個顏色的話 如果你是染深色頭髮的女生 其實穿這個顏色一樣皮膚會看起來蠻乾淨的 就是亮亮的那種感覺 而且這一件的話它是這種有一點點小辣辣的 因為我現在是穿平口內衣嘛 所以不太會露出一些那個前面的胸部之類的 然後它這個的話呢它是做這種交叉式的 它是做這種交叉式的 然後後面的地方它又有一個水滴扣 它是有一個水滴扣的 所以你就是拉起來之後然後這邊再扣起來 所以其實穿脫上我覺得是蠻方便的 然後剛剛有人問說為什麼這件洋裝沒有在那個 新品禮 因為這也是下週的唷 這也是下週新品 今天會介紹兩週的新品 對 其實有些下週新品是搶先曝光 大家就是下禮拜記得鎖定一下 然後給你們看它的細節 它的領子的地方 一圈的地方是有做一個像這種 就是花瓣式的這種感覺 然後這邊也有 就是都有做一點點像這樣子的小設計 然後它的手袖的部分的話呢 是做這樣子的喇叭袖口 所以穿起來一樣也是非常長肉的 我覺得這款羊毛色是長肉款耶 就是如果你們是 手臂比較肉啊 然後下半身也比較肉的話 穿這件就會看起來非常顯瘦 手臂就擋好了 然後下半身的地方它也幫你們做好了 然後它的長度也不會太短 我自己是166公分 然後這個裙子裡面是有做內裡的 所以大家不用怕會曝光 不用怕會曝光 然後手袖就是這樣子 有點微微透的這種雪紡的材質 好喔 就這樣子喔 兩個顏色 然後要分尺寸嗎 有 一樣是三個尺寸 好三個尺寸的呢 大家自己去挑 那我們再去換 好 這個好可愛 好可愛喔 這個好特別喔 這個我喜歡 哪一件不喜歡 這件很很 它現在的天氣 啊不行今天這兩天有點冷 但是前幾天還蠻熱的時候 就是早上是 早上是涼的 早上雖然有點熱 然後晚上變天的時候 這件我覺得就很可以拿出來穿 就是天氣有點難抓的時候 穿針織是最 最方便又最保險的 因為你可以外面再加外套 或是裡面再加個發熱衣什麼的 所以針織其實是 我覺得算是在天氣變化裡面 最好搭配的一個單品 好然後呢 這件很特別耶 這種以往的針織 其實我們都只做素色 但我們這一次是做有一個 像它有點渲染 它其實是好多個顏色喔 你看看 它是有 杏色 粉色紫色 白色藍色的漸層 它每一個都是有點漸層色 然後去勾的針織 一圈一圈的這樣子去勾勒的 整件這樣子 一圈一圈的針織 我覺得這顏色是我以往不敢嘗試 但我覺得穿起來非常的顯膚色耶 很有精神 因為對於健康膚色的女生 我覺得粉色有點害怕 因為粉色其實是要挑一下的 但如果你有想要粉嫩一點 有的時候想要可愛一點的元素在裡面的話 這件我覺得很OK 因為這件它是那種渲染色 有點漸層 蠻好看的 然後它是一個有點短板的針織 也有幫你做收編 上面也是 林扣也有做收編 林扣其實是很鬆 你也可以拉 也可以拉下來啦 但我就覺得穿正常就好 然後是短板的這樣子 鬆鬆的 布下板有做收編喔 然後袖子也有 然後上面也是圓領這樣 袖子的話是正常的鬆袖 就沒有特別做什麼喇叭這樣子 就是一個軟料的針織 穿起來也不會刺刺的 它的質料是 我覺得它那個針織是怎麼說 有點編織感 對 它就是一圈一圈去勾勒的 可是它那個針織不是毛衣布料的 就是那種刺刺的感覺 它是 就是我覺得是那種線條嗎 它是算就是 有點像棉質線這樣子 一條一條一圈一圈去勾的 對 所以其實也很難勾破 或是它線會跑出來什麼的 還OK 如果它粉紅色太可愛 你還有另外一個選擇 還有藍色 藍色皮膚版女生穿一定很好看 而且我覺得其實藍色有點個性 對 對 你一樣可以配白褲 我覺得這種漸層渲染 你都搭白的 或是黑的就好了 白跟黑就好 但其實搭白的會更夏天 會有點要春夏的 藍色也不錯 藍色其實是很個性的 秋涵說他買了 誰 秋涵說很可愛 嚇死我 我想說秋涵已經買了 太快了吧 秋涵你要包色嗎 這一套 你認為可以嗎 我覺得他會買粉色 對啊 他覺得粉色可愛 他有小魚對不對 他的朋友 他們兩個都很棒 因為他們有在研究室裡面分享 不管Lady的還是正裝的 沒錯 我覺得大家在裡面 這樣就很好 因為你可以看得到 我們家的忠實粉絲 是怎麼去穿搭 或是他都挑選什麼單品 可以互相討論這樣 然後就配一個很基本的單品的白褲就好 這個白褲它是高腰的 也是新的 也是新的 也是下週 我們這次很好耶 直接搶簽兩週給你們看 你們就知道要買什麼了 他去門市買了粉色 真的嗎 真的 衣服門市有了 我怎麼記得還沒 可能就是每一間配送不太一樣 有可能 認真嗎 那你在哪間店買 我也想知道 我也想買了 自己想充去 你自己門市員工還要去別間門市買 對 好我先說褲子 一直被他吸引去 褲子啊 它是高腰的 然後它是有一個皮帶 這個皮帶其實是可以拿掉的 就是萬一你不想要這個 你不想要這個皮帶 你上廁所怕來不及的話 皮帶是可以拿掉的喔 它就是一個正常的板型扣 然後它是真的假的 上禮拜是大按鈕 可惡 為什麼我們男兒沒有 這個的話口袋是坐在這邊 然後它是一個有一點點稍微A line的 有一點點吧 算是有一點A字的 對 不會是那種很貼的那種反折褲這樣子 是A字的 所以就會很修飾大腿 如果你是怕那個大腿這種穿白褲會顯胖 你就可以選這個 然後後面的長度是這樣 這很高腰 欸它很高腰 而且它的那個腰的板子超好 它這邊是完全貼合 就是不會有 不會空隙的那一種 是好看的 這樣子 然後是有口袋 這邊還有做一個車線 是有剪裁的 對這樣 會透嗎 應該還好 我覺得還好耶 它的那個布料是蠻挺的喔 它是有一點點磅束的 就是它的那個白褲最怕透 白褲也最怕有東西 就是口袋的那個痕跡會跑出來 但我現在這邊有一個大強光燈 在這邊 其實基本上都還好 所以日常的 日常的燈光下 其實是看不到它的那個內襯部的 我覺得這件很讚 這件白褲是夏天必備 然後現在也可以帶 因為冬天你就搭西上靴 或是小腿靴就好了 因為大家這種很很特殊色的時候 就是需要一個白色的淡度 OK 這樣也不用扎耶 其實我覺得也不用 也不用扎 就讓它這樣子溶染一點 這樣就好 或是你可以抓後面一點 讓它更短 然後裡面就穿我們家的頂口 我要包這個色 請問是什麼材質 你是除了衣服嗎 還是褲子 沒看到藍色喔 衣服近一點給你看 它是有一點編織的那種材質 它說大家買到粉色 沒有買到粉色 我跟你說現在有時候 門師會先跳出個一兩件新品 就是一兩件 那你官網的話就可以下到足夠的量 就是你可以 褲子的材質 褲子的材質是有點麻料的 我覺得 就是它有點 它有一點麻 斜紋棉 斜紋棉 可是它穿起來是很挺的 很舒服的那種 對對對 有點綿麻這樣子 給大家近看 對 還有一個這個顏色 它是檸檬黃嗎 還是綠啊 我覺得是橢色 是橢色嗎 算了 給你看 可是它又有一點 橢黃 橢黃嗎 卡其黃 卡其黃 卡其黃的顏色啦 算卡其卡色 但是如果你白光下 是有一點點偏 偏橢色偏黃這樣子 什麼 它皮帶是可以拆的 然後是這樣子 就是有拉鍊 沒有黑喔 沒有黑色 就是白色跟黃色 而且它的褲襠啊 這邊很友善耶 褲襠這邊是做長的 不是那種很低打的 因為這樣會卡 會卡住 我的褲襠都還OK 它是有點紡西裝褲的那種 那個那個版型 這樣子 而且它這樣A字剪裁 超修飾你的屁股 對 它是褲子不是褲裙喔 是褲子 對 這顏色其實也不錯 這顏色配上面是白的 藍色能 藍色好像是要配白色 藍色配白色比較好看 對 這給你們看是藍的 對 這個顏色可能配 這就是大地顏色 天愛的那一件可以 可以喔 白色 對 可以這樣 然後再帶個薄薄編織 欸 要夏天了咧 要夏天了 對 可以 228出去玩的 228已經預備好了 228連假喔 大家可以先買起來放 好 我選粉色 我要買粉色 好 再見囉 好 剛剛 又是一個小公主系列 大家如果就是要出去玩的人 應該也是蠻多人會選擇 像這樣子 就是比較 像有點小甜美的這種感覺 然後我跟大家近看一下 它這一件的材質 這一件的話呢 一樣也是這種 綿麻料子的洋裝 然後 它的材質的話 跟剛剛那幾件比起來 我覺得好像它又 就更薄透一點點 然後它這邊是有裡面 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是有做內領的 所以大家也不用太擔心啦 只是說 它本身的黏麻 它我覺得是蠻透氣的那種黏麻料 然後我很喜歡它的領口設計 就是它的領口這邊 它是做這種有點公主風的 就是它的鎖骨啊 然後還有這一塊 它是做有點點微微方領式的這種感覺 然後這一件的顏色 我覺得很漂亮 就是它的顏色是那種 有一點點 比較飽和的這個綠色 你看它的這個綠色 它是這種比較淡的 然後有點帶灰調的 那我身上穿的這個呢 它就是 比它的這個顏色 然後飽和度再高 那如果大家就是出去玩 想要找那種拍照起來 很上向的洋裝的話 其實我覺得 這一款穿起來 應該會拍起來蠻漂亮的 然後它這個地方 它也是做領子 挖得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如果你們是穿自己一般基本的內衣的話 其實它這個如果你們要露胸去 它也是可以露的 它也是可以走一個小辣辣性感的路線這樣子 然後這一件的話呢 一樣有兩個顏色 就是有綠色跟基本的白色 我覺得白色算是萬年不敗款啦 就每次這種就是雕 有點像這樣子 點點的過定洋裝的話 大家都還蠻喜歡買白色的 因為白色你們可以夏天搭一些草帽啊 然後搭一些涼拖鞋 其實搭白色我覺得是最百搭的 然後你們可以搭那個牛仔外套之類的 然後它的後面的地方 給你們看它後面這邊 這邊它是有做一個這樣子的鬆緊的設計 所以如果你們是背比較肉一點點的女生 它一樣可以你看 它都還可以再拉的喔 它可以再拉的 所以你們穿起來的時候 你們的背是不會被壓出一些什麼奇奇怪怪痕跡的 你們是不用太擔心這樣子 然後它的腰部的地方 一樣也有在做一個鬆緊 這些的話應該就是 腸肉款啦 因為它這個肚子的話 基本上是都看不出來的 我覺得收好收滿耶 就是收好收滿 因為這個真的看不到 因為它的鬆緊的部分 它是坐在胸下 它是坐在胸下 所以你胸以下這個地方 它只要有一點點肉肉 其實基本上都看不出來 你看我剛吃完早餐 我現在完全沒有收 完全沒有收我的肚子 它就一樣完全看不出來 就是藏得非常好 然後它下面的這邊 它有在拼接一貫 像這樣子的小裙擺設計 是有一點點這樣子 小巧抓皺的這種感覺 然後布料本身的話呢 上面還有這樣子 點點的這種 就是它上面有一個這樣子 立體的 對它是用另外一個布料 在幫你們扯上去的這種立體點點 中間的排扣是假排扣喔 就是它是不能開的 它是不能開的 所以你們如果是胸部比較大的女生的話 是不用擔心說會有爆扣的這個問題 它是不會怎麼backwind的 對 然後有人問說可不可以斜肩 它可以拉成一字零啦 它可以拉成一字零 就會像這樣子 更像小公主 這樣子就是好像男生比較看得懂啦 對不對 男生就會覺得 欸今天很漂亮的感覺欸 然後它這個地方是可以拉成這種就是一字零 那如果是斜肩的話 因為我覺得這個領口 領口來說兩邊要平均才好看欸 就是你要斜肩你要怎麼拉 這樣子喔 你說這樣子嗎 只拉一邊嗎 其實也不是不行啦 就如果你真的要拉就是拉這樣子 欸這很像沒有好好穿衣服 對這樣會看起來有點小小的色情的感覺 但是它如果拉一字是ok的喔 就是一字的話 你們還是要是稍微顧它一下 因為畢竟它這件的設計 它是幫你們做這種就是公主的令字 那如果你要穿一字的話呢 這個 它這個地方不是那種很緊的那種鬆緊帶 所以可能走一走的話 還是會稍微有點往下滑啦 但不影響 如果你是吃飯單純這樣吃的話 或是拍照可以啦 對對拍照也ok 然後是單純在餐桌上吃飯 它是不太會動的 是ok 就是你們可以看自己個人要怎麼穿 但是基本上的話它的穿法就是這樣子拉好 這樣子的 然後給你們看一下長度 166公分 穿起來在膝蓋上面一個全面 就是大家都可以穿 稍微再高一點的女生我覺得ok 175的話可能就比較這樣子 比較偏這樣子 有點小短板的這種設計了 對 所以就看你們自己個人 我覺得不限身高大家都ok的 好 那我再去換囉 好的 好的 唉唷 拉妹 歐美 歐美拉妹又出現了 跟你們說大家就是 症狀偏偏比較歐美嘛對不對 我覺得歐美就是那種很極簡 然後又大方的感覺 就是就是基本素素的這樣搭 它就好像很歐美 就是比較自然一點 然後這個上衣真的是 唉唷 這個真的是 唉唷 這個真的是 我們那時候原本是拍褲子嘛 然後大家就在問上衣 這件上衣來了好嗎 給你們看一下這上衣 這上衣它就是短板 大概在這邊 然後它是有點襯衫領 可是它是大翻領 就是它整件是 是軟針織 它是軟針織 對是 它是那種直條紋 有點正面是坑條紋的 然後是直條紋這樣子 細坑條紋不是粗的 細坑條紋的直條紋 所以很顯胸 然後又不會到太胖 然後是這樣大翻領 就V0蠻低的 如果你怕你就再搭平口 但是這種就是千萬不要再擋起來了 它就是要把你的那個 這邊的胸線抓下來 看起來肩膀就會比較小 很好看耶 我不知道要說什麼 這件就是必買啊 包色 包鬼了喔 這件 然後你看後面 你可能覺得正面可能 有些歐美瘋可能純玉瘋 會覺得這樣啊 好素喔 但它後面我們家 又有一個小心機 二十輩真的很懂辣妹耶 後面幫你做一個蝴蝶結 有看到嗎 它是挖動的 太高腰了 我先拉下來一點點 它是這樣子 就是打一個蝴蝶結 所以會有一個洞洞 一個圈圈 是綁在後面的 然後你就是這樣子啊 你要搭闊腿褲 搭寬褲 搭牛仔褲 就都很好看 因為上面是緊身的 你下面可以搭一個 寬一點的 或者是貼身的皮裙 或是都可以 貼身的話就會很辣 但如果你今天去搭西裝褲 或寬褲 會變得 會變得很 就是很有氣勢 深色也可以 深色 有咖啡色後面嗎 先給我看色這樣 這樣是不是又不同 就是一個很素的 極簡的單品這樣搭 混搭也很好看 偏歐美瘋 有點輕歐美瘋啊 如果你怕剛剛這些上術的上衣 都太辣了 你就可以選這個 這個很 basic 很日常 很基本 大牛仔褲也可以 剛剛的那個 我們說的那些零修圖啊 一開始前面介紹的那些 喇叭褲 窄褲 通通都可以 很好看欸 上班可以吧 可以 上班就這樣穿啊 然後下班就是 用後面走路 去酒吧 你覺得我會買這一件 可以啊 我覺得 喇叭褲還可以做到這麼 黑的 黑的喇叭褲 黑的喇叭褲我超喜歡 我好像要買喇叭褲 我好像要買喇叭褲 最想要黑色的喇叭褲 我等一下去標記三位 好友一起來 很好看 你看 這樣腿鞋的特長 我本來想要買藍色 但黑黑不是就很基本嗎 但你現在買黑色 我是不是要聽你的 我是一定要買黑色的 華華是門市的營業兒姐姐 她說 她說黑色 我應該要買黑色 但是我是不說謊的Sales 我是純珍惜的Sales 藍色我覺得也好看 藍色其實白配藍就是很 很怎麼說 很美式 那種美式復古的感覺 但我覺得黑色很個性 就如果你是偏帥的女生的話 黑色一定是 一定是很OK的 就是你要一個出場 然後搭配一個西外 或是皮外套 就是黑色一定很夠 黑色一定很夠 黑色一定很有分量 但我選擇都是黑色 我是不是應該買藍色 先知道黑色應該可以黑色啊 因為你這樣子就是跟褲子 就沒有那個 沒有那個 不會沒有銜接 因為你這樣是腿 就會特長的 你又搭黑靴的話 所以你覺得我應該買黑色 我覺得黑色一定要帶 大家一定要去買黑色 拜託 我覺得你包色 黑色超瘦啊 然後如果你 你沒有染色褲子 你可以嘗試看看身 那你另外一個買宅館 現在天天價是多少錢 可以跟大家說原價吧 是嗎 現在天天價還是990 因為大家剛剛一直在問2.0 2.0 2.0的那個是有臀電 然後它那個臀電是不能拆掉的 對 它的那個臀電是必須要用減掉的 但是那個是專門就是給 譬如說很瘦的女生 或是你想要改善講話寬 但如果你又怕那個太over 最近就是非常OK 因為它就是幫你塑身起來 幫你把那個無痛打造你的屁屁的臀線 這很高 OK啊 原價可以說嗎 原價是可以說的吧 1.280 原價是1.280 但是它現在是特價990 990 所以是不是直接殺幾百塊 是不是還好差 你有300嗎 有300 有300 有300塊耶 290 好那也是你看 我們今天還要抽一個300塊紅蜜金 你還可以去買別的 這很讚 等一下來試試看好了 我肯定要買啊 好然後顏色是 那個褲子我還要先講 褲子的話 短褲的話也是OK的 短褲它這件超高腰 它也是排口 兩顆 然後它是很高腰 完全就是可以把我衣服 塞進去 就是遮住的感覺 然後它後面也是 然後口袋就是整長這樣 它這邊的褲襪蠻長的 不會到太深的 不會到太深的 對不會太卡妹妹的感覺 然後前面是有一點點的刷破 有點切割刷破這樣 超虛的 但是它這個破不會破得很 就是很那種太辣太妹的感覺 這個破都還OK 還能接受 如果你們洗完之後 發現它有點虛掉 你再把它線頭稍微修剪一下就好 因為我都是這樣子剪掉的 然後褲子是有點點A-line 但是不會翹起來 有些人討厭這個褲板 會這樣飛起來 但是它不會 它就是順著你的臀型這樣貼 很基本的高高短褲 淺藍色還有點色嗎 有 有 深藍色 我要選深藍色 對不對 我覺得短褲可能是深藍色 蛤 長褲 好我在長褲 淺藍就是很夏天 深藍配白我覺得很 很好看 很好看 你腰圍是多少 蛤 我腰圍還真 我覺得你跟我應該差不多 你穿這樣 應該24左右 我是標準的臀圍 臀圍很大很寬 然後腰圍比較瘦 因為我沒有肉 我覺得你24 我覺得是24 因為你穿上去跟我穿 我沒有肉 然後像這樣子 可是屁股很寬 就會在褲子有個問題 就是會在這裡卡住 卡住 然後穿好囉 穿上來但這裡好鬆 對但這件褲子不會 短褲不會 然後包含我們剛剛上述介紹 那些就是 我們有專利的褲子也OK 因為我自己就是 你自己看喔 屁股是算寬的吧 但是這邊就是比較窄一點 因為沒有肉這樣 就是這邊 他們都胖下分 所以這種褲子就可以選 根據我們的經驗 如果你要選我們家的褲子 你選S號的話 就是25腰 如果你超過25腰的話 你就建議你選M 對 因為先穿M可能 M可能就是覺得腰太鬆 然後但是屁股可以 但是S的話 我覺得是選S 因為我有時候 也會介於在M跟S中間 但我就是先穿S 然後挨過那個 比較不舒服的尷尬期 因為新的嘛 肯定會特別緊 腰頭的部分 但我們他雖然沒彈性 可是穿酒還是會鬆一點 或是你洗酒會再一吋 所以你其實拿S色顆粒的 如果你跟我一樣有這個問題的話 好衣服 先說衣服它要包哪個色 衣服 這個衣服已經 不會很顯黑 不會很暗 綠色很有 綠色很有那種 很那種 那要什麼講 冷 冰山美人的感覺 對 綠色我覺得 這也是超特別的 綠色就可以配淺藍 然後白色可以配深藍 這樣子 有點霧霧的那種感覺 上衣也是夏中衣新品喔 好 褲子已經上架了 大家可以先 褲子可以先買起來 如果你夏天圈就有戴短褲 然後上衣可以先去 上衣590 對 上衣可以先去 記得提醒一下鬥鐘 它就是這樣 下週一 我覺得自己一定會很快就賣完 對 通常這款式都超快賣 所以白色 那白色先買嗎 還是綠色 秋寒蕭買什麼色 欸 他說15852穿什麼 穿什麼尺寸 我是16553 我穿S 所以你S就好了 或是你可以再量一下你的臀位 對 我覺得要看你的臀位 對你量臀位 就是屁股最 屁股最胖的地方 去量一下臀位 然後看一下尺寸表 不然他基本你15852穿也是就夠了 我覺得S到M都都有 他也是建於SM中間 所以要看他的同圍 你量一下你的同圍 然後去發明支持 算表應該就差不多 沒錯 好 下一件囉 哎呦 這是氣質風 可是我覺得這一款也算是這幾個月還蠻流行的這種小香風 沒錯 是有點小姐姐的感覺 但是因為我們家的話還是要搭一點點辣妹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我搭了這件上衣 這件上衣呢就是 其實你是可以穿得很厲害的 而且我覺得這件穿起來很瘦欸 它不是那種很厚的針織喔 因為它是屬於這種寶款針織 你看它是這樣子薄薄的 然後它是做這種不收編的這種設計 然後它這件的零口挖得比較低一點點 所以基本上它應該啦 它應該都是會有一點點小漏溝的 所以你們看自己個人 那我自己現在是穿平口 所以比較不會到很明顯 但如果你們穿一般內衣的話 它都是可以有一點小漏溝的效果 我覺得這件上衣穿起來很顯瘦 就如果你是對自己上半身就是蠻有自信的名稱的話 我覺得這一件是可以戴的喔 就是它手臂的地方修飾得很瘦 然後這裡也是 然後剛好又可以露出這種就是女性的這種就比較線條美的感覺 那我自己身上的這個顏色呢 是純白色 它是這種比較素一點的白色 它比較不是那種米白系列的 就是那種純白 所以搭衣服的話我覺得是還蠻亮的 就不管搭什麼衣服它都很好搭 甚至你要搭我們一般的牛仔褲 我覺得是非常的好看這樣子 那顏色的部分的話 又是三個很難挑的顏色 沒錯 白色然後還有這個顏色 淨色 這顏色的氣質款欸 對 性色氣質款 欸你們如果搭性色 然後再配這個藍色的裙子 你看就是完全感覺就不一樣了 這個顏色搭起來就是比較小姐姐一點的感覺 就你們還可以再配一些比較奶茶色的包包啊 鞋子啊 這樣搭起來就是很溫柔很細緻 那如果你們是搭這個的話呢 就會有一個套裝感 因為你上面是藍色 然後你下面也是藍色 就很像欸你自己搭好的 或者是它本來就是配好它像這樣子的套裝系列的感覺 然後它的彈性也是非常好的 我稍微拉給你們看一下 這件有分尺寸嗎 這件也有兩個尺寸 因為它的彈性比較大 超大 你看這個S號其實都可以再拉彈喔 我覺得穿到小L號的女生應該效果也是像這樣子 就是它是做這種比較合身的 當然如果你小L號的話你就是跳M號這樣子去戴 那S的女生穿起來應該都會是像這樣子 有點小小微鬆的這種感覺 然後它的排扣呢一樣也是假排扣 就是它不是真的扣子 所以大家也不用擔心說會爆扣的這個問題 好 然後這個針織的話就是比較薄一點點 所以可以一路穿到夏天我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它算是夏天的時候很熱的時候也可以穿的那一種 針織的厚度是薄款的 那我的下半身是一個小香蜂的裙子 對已經上架了這個賣超好的 已經上架了 它是這種就是毛質感的 而且我覺得它的顏色搭的超級無理可愛 它是有一點點熊熊的配色 然後再搭藍色的線條在上面 所以而且今年我覺得不知道為什麼 好像大家還蠻愛藍色灰色系列的 對就反而好像性色沒有像之前大家那麼那麼愛了 對然後它這個的話呢就是有結合兩種顏色 就是有性色然後也有藍色 所以兩個顏色都還蠻好搭的 然後下面的地方的話呢它是有做一點點像這樣子的小開叉 所以你的大腿啊然後小腿地方它就是可以延伸上來 就視覺上的話會看起來比較瘦一點點 然後它這邊一樣也是做側拉鍊的設計 一樣是做側拉鍊的設計 它這件的話就是整件都是正常的 正常的腰頭 就是它不是做那種鬆緊的 所以你們可能要看一下尺寸 它這個有分 這個有三個尺寸 SF 這個也有三個尺寸 所以大家可能看一下你自己的臀 腰臀這樣子 那我自己穿S號的話就是蠻剛好的 我覺得它不是那種很逼人的S號啦 所以算是正常 那大家在買的時候也不用太擔心說 欸這S號會不會太小 根本就穿不下 其實不會 然後它裡面的部分是沒有在做內裡的 是沒有在做內裡的 但是穿起來不會刺 就是它的這個萌茵的這個料子 它是蠻舒服的 它是不會渣 不會渣你們的肉肉的 不用太擔心 那這也還有分別的顏色 沒有這這一個顏色 這一個顏色喔 就是這樣子 很漂亮的藍色 那你們就是可以自己去挑 我覺得藍色還蠻好搭的 因為上面有些杏色啊 咖啡色的線在上面 好 那我再去換囉 好的 好的 哎唷喂呀 哎唷喂呀 我跟你們說那個集 就是我覺得很歐美的單品上 今天不是介紹了很多那種小 就是小的短期小山領啊 或是什麼的 這種百搭的 歐美只要把握一個原則就是 方領跟 剛剛看上一件那個Polo的領子 然後V領 然後像現在我身上穿這個 我就是非常特愛 為什麼因為我胸部沒有到很大 但是這件會讓你的那個 上圍看起來很豐滿 就是很集中 這件它是那種非常優雅的法式領 就是那種方領 它是這樣子削 然後又再往下 做一個小桃心領 那我們家在小桃心領 這中間呢 又做了一個抓皺 是不是很心機 感覺這邊就是非常集中 迫放UP的感覺 然後這肩膀這邊又不會肉肉的 因為它幫你做一個法式的方領 就會看起來肩膀比較小 比較窄 然後這件是白色 它是短袖的 但是它的那個手臂跟腋下這邊 不會KK 因為它是穿 穿是有點彈性的純面這樣 然後記得我裡面穿淺色就好 但我現在裡面穿深色 其實也還OK啦 然後這種短T啊 剛剛都講過要怎麼穿要怎麼搭 我覺得平常就是搭單寧就是不會錯 然後絕對不會錯 搭單寧絕對不會錯 無論你是要牛仔褲 牛仔裙 短褲長裙長褲都OK 但是還有一個另外一個比較特別的打法是 你如果要上班穿你怕穿一個這樣子短T太休閒的 你可以穿像這樣子的西裝短褲 毛泥短褲 然後剛剛佳琪穿的那個有點像毛 就是針織的那種版型的裙子也OK 因為這種單品搭單品混搭是最OK的 像現在這個褲子我覺得就很喜歡 它是做有一點點毛泥感 但是不會到太厚 然後前面這邊是做有一點點車線 也是有點像西裝材質那種西裝短褲的版型 然後它的高腰頭很高 拉鍊你們一定看不到它是在這裡 也是很隱形的 然後它的拉鍊它是咖啡色的所以看不到 而且有口袋 這個已經上架囉 對這之前也介紹過 但我真的是特愛咖啡色你們知道的 就是有點像是我們來 毛衣有沒有黑的也可以 但我覺得咖啡色很秋冬 就是你今天換城市長靴不要拉短靴也OK 感覺腿的比例特長的 就是很拉長這樣感覺 可是它配的那個金扣 我覺得跟咖啡色的底超搭的 對 然後它的細看是有一點點格紋的喔 它是有一點點像那樣小小的格紋 很小很小的 黑色它算灰色灰就是配黑的 它算黑 灰還黑 黑色我們的 像黑色沒有 你稱叫黑色 對然後但是陽光下 跟那個燈下可能會有點灰灰的 對有點像黑灰這樣子 煙燻黑的感覺 然後它是這樣子小細格紋這樣 然後咖啡色也是 上面都會有一個 腰頭這邊有一個小金扣 就是為了要修飾肚子這邊 小腹這邊 對 這種版型褲很好看 也是有點消了A-Line的 這樣 然後我覺得上衣很舒服 上衣的話還有其他的顏色 但是有點短版的 這該不會也貼天價吧 嗯這個衣服的布有嗎 我來看看 衣服的話先可以包啦 嗯衣服的布... 衣服有 衣服有 有 598兩件 598 那你們要哪兩件 先自己選一下囉 黑跟白 我個人推薦一定要選這個綠色 綠嗎 哦這個綠跟剛剛的那個POLO上的那個綠也不錯 對我要選這個綠色 然後再選一個白色 因為白色搭我們新的牛仔褲 的那個藍色只能太好看 嗯綠也可以配黑 綠剛剛那個煙燻黑的那種褲子也可以 劉煙果綠不是一直都流行的嗎 然後卡其色也OK啊 其實剛剛那個有一個圓領的那個扣子 加起來穿卡其也很好看 嗯 日本人有些也可以穿卡其 然後保守一點就是黑的囉 超顯瘦 對 黑的雖然現在看不出中間的抓皺 但是他黑色穿起來也是很顯瘦的 好 四色 兩件598 沒有搞錯價錢齁 很便宜耶 很好看耶 短袖這樣子就百搭啊 白色跟黑色肯定要的 但我喜歡他中間這邊 這裡 而且這樣會蠻強的 就很顯胸啊 你看我明明就好像只有A 變C人 而且他這個髮飾也我超喜歡 你也可以配下面是扁扁群啊 長群啊 小魚你又有卡其色 為什麼你們都很快 為什麼你好厲害喔 你們那個手速很快 你們是不是每天下班都去逛街 這不是下週嗎還是下午中 卡其色很美齁 小魚說卡其色不錯 可以白再加1 可以白要再加1 可以吧 那你白跟綠要記得喔 白跟綠可以再 白色很容易變黃 白色再加1件 白色要再多多腿一件來那個太換 沒錯 好沒有問題就 它也有分尺寸 有有有 這個也有分三個尺寸 對三個尺寸 三個尺寸 SML 它是彈性的啦 所以其實照正常版型拿就好 不想要那麼短再拿大一號就可以了 買起來賣起來 好的 好的 好下一個 好看 好看 下一個也是他們家 一個滿廣告圖的對不對 好看 這個賣超好的 賣超好的 一直撥貨 一直撥貨 而且我覺得這件啊 我在看照片的時候 我就經常說 嗯就是這種就是 紗的這種衣服嘛 可是我剛剛就是 穿到本人的時候 我就覺得天啊質感很好 我給你們看喔 它是這種兩件套的 沒錯 對它是這種兩件套的 就是你買到的時候 你會覺得 哇CP值好高喔 它是這樣子喔 買衣送衣 對買衣送衣 它裡面是一個這種 有點像是bra top的這種感覺 對 然後它有雙點 它有雙點 所以你們不用再自己穿內衣 重點是 它的材質非常好 就是它是這種 很軟的這種棉料 跟你們一般買的那個bra top的材質 不是一個檔次 就是它是 又再更升級版 而且它基本上 它是可以外穿沒有問題的 然後它是上面做矽肩帶 然後做V0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我這個 頭腹的這一塊 就是它裡面 它是做這樣子 這樣子V0式的 然後有自帶胸臉 所以你們就 不用自己再穿內衣了 然後後面的地方 它是做這樣子 彈性的鬆緊 彈性鬆緊 所以它其實就是 背後就是像一個 小背心的這種感覺 我記得有一年 好像也蠻流行這種上衣款式的 就是上面有做一點 像這樣子皺皺的這種感覺 然後彈性非常好 所以你們也不用太擔心說 欸我穿的這個會不會很合的 這個問題 不會 然後再熱一點之後呢 你們如果想要當辣妹的話 你們這個也是可以單穿 就是基本上也是OK的 所以它就是一個 滿意送意的感覺 沒錯 對然後它外面的話呢 就是一個像這樣子 有點像是紗狀的這種罩傷感 然後它中間的地方 是有做一個像這樣子的扣子的 然後中間的地方 然後還有再做一個這樣子的抓皺 就跟剛剛它穿的那一件一樣 就是前面它也會有一個 up up的效果 就是蠻騙人的 你知道嗎 它這種騙人上衣 它就是氣質之中 但是它胸前還是要幫你 就是有一點點抓皺感起來 然後它的這個紗的這一個呢 它還可以拉成一字零 它還可以拉成一字零 所以它其實能穿的感覺蠻多的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真的想要走一個 華麗路線的話 其實你也可以拉成一字 然後你的這個肩膀這樣子 露出這個肩帶 但是完全不會突兀喔 因為它這個都是根色的 銅色系的那一搭 所以你就算這樣子露出來 其實也非常好看 然後你下面你就可以搭自己的裙環啊 甚至那種比較長的 比較優雅的那種斷面裙 其實你都可以去配 那我現在穿的是 稍微有點女人味帶一點休閒感 我覺得這樣子也不錯也OK 那黑色的話 我覺得穿起來好像是更 怎麼說更神秘一點 神秘感 神秘感一點 然後更有女人味 而且你們裡面其實也可以搭自己的小背心 就你不一定要搭這一款 都是可以自己去搭的 甚至你不是有一些那種 細肩帶的那種連身洋裝嗎 其實你也可以把它套在外面 當成一個罩扇來穿 都是可以的 然後我看 剛剛那大家好像有什麼問題喔 不好意思 這件有plus的嗎 這件沒有 沒有說 這件衣服沒有喔 沒有plus的 怎麼下單 官網下單 官網下單 然後這一款的話是已經上架 對 我們的 我們直播的貼文上面也有連結可以 可以 可以點進去看喔 這款已經上架囉 這款不是下週的 可以直接買 它是無限補貨的 對 然後小朋友說這款已經賣爆 對一直問 每次快賣完的時候就說 不行不行還有人沒買 那我們就再補 而且你看這款上衣的側面超級漂亮的耶 就是你的手臂是整個這樣子 看起來很細 因為它的紗是這種膨膨感的 所以就會顯得你的手臂非常的鮮性 然後它會有一點點就是女人味的這種抛抛秀的這種感覺 所以這款我覺得還蠻推薦大家可以買來試試看的 而且這件上衣能搭的風格也很多 你要搭皮裙皮褲也都是ok的 那我的下半身的話呢 搭的就是我們這一次的那個 收復的牛仔裙 這是我們的3.0的版本 那這一款的話呢 大家就是可以看看藍色的感覺 因為我前面剛才是穿 灰黑色的 然後這個是深色的丹寧色 搭像這樣子比較氣質感的上衣也是沒有問題的 那你可以搭說靴子啊 或是像這樣子的高跟鞋其實都是非常好看的 因為我覺得藍色這樣穿起來真的很美耶 而且這種藍色真的搭起來就是 整個腰是腰然後屁股是屁股 雖然這一件它是沒有做提吞 我們提吞是2.0 可是這一件因為它的腰身夠窄 所以你就會覺得欸屁股的曲線很漂亮 然後這邊就會很有那種S的那種腰身感 對我覺得穿起來是身材好 但是不會整個人很乾扁的那種感覺 沒錯 然後家綺現在就示範了就是沒有穿非常短板的時候 長進去的話就是這個感覺 塞進去的話 對 然後我拉出來給你們看一下這一件到底原本是多長 你們就知道這件真的很高腰 你知道嗎 因為這件上衣也不是說特別長的那一種上衣 但是它還是蓋得住 它裡面的這小飛行 它其實長度是都可以蓋住你們的上腹 沒錯 肚臍上面是都可以蓋得住的 然後本身的話衣服也算是正常吧 算是正常 然後偏短一點點這樣子 不是特別短板的上衣 好 這是其中一個風格 另外一種 要穿褲子 然後 然後 剛剛是有想看這件上衣 這個是第九週 就是下下 下下衣 對 先給大家看 因為你想說不要那麼 就是不要短板的話長的是這樣 對對對 這樣的穿法都可以 不一定要那種小小可愛的感覺 對對對 你不一樣那麼貼身 或是要那麼短這樣子 然後現在這樣長長的也OK 但我可以說它真的超長 它到這裡 這個你要塞進去 也OK 你可以塞一個小角角 但這件冷針汁還蠻可以蠻 因為你知道它往後拉就是右邊短板 喔 它往後就好了 然後你後面就會比較長 喔 可以說這樣斜尖的這種感覺 像這樣 然後它就 其實我覺得這褲子我們家穿上去 你根本不用耐心短板衣服的問題 因為 對啊 它真的很高腰 那到我的橫隔膜吧 真的 在這裡啊 胸下吧 我覺得比2.0還要高 然後喇叭褲真的比較長一點 我覺得喇叭褲也比較長 我覺得喇叭褲也比較長 我這是165嗎 對 因為我剛剛穿宅館的 一定是 我剛剛宅館是不是有一點一點 但是喇叭的話 我還會對腳尖 喇叭就會有 就會比較落地感 因為喇叭會看起來比較修長一點 我還蠻喜歡喇叭褲 喇叭褲 好 我們之後等一下會來複習一下 所有的神褲系列 那這之前請大家就快點留言喔 因為我們介紹完 複習完這個神褲系列之後呢 我們就會抽出今天的 紅利金300塊 然後 那 現在開始大家瘋狂留言 你多留的話 機會就會越高喔 我們等一下會抽獎 家綺這樣穿其實很優雅 其實去約會什麼的也可以 對 你沒有要這樣穿 對 沒有要那麼洋裝那麼高乾的話 你就這樣子穿 對 因為這樣子的話更有這種柔和的感覺 更日常一點點 但是又有點儀式感的上衣 不是到那麼的無聊 那麼的無聊 對對對 它還是有一種造型 拍照也好看 這種缺法 沒錯 對啊 很適合耶 你要搭裙子搭喇叭褲 西裝褲 是的 好 複習起來 來我們首先第一個先講宅管好了 好 宅管是最基本的 宅管 宅管就是我們有分身高 155公分 160跟165 然後尺寸是SML 對 然後它都是有專利的 有五項支撐 哪五項 就是第一個是高腰 7.62 還有7.62公分 對 然後還有旁邊 我先說後面好了 後面的話是這邊 這裡有一個小小燈段 它叫做立體的 縮紋折線 就是把你的假跨寬 修飾掉 然後讓屁股集中 UP 脫高 然後還有一個小口袋比例 這邊 沒錯 對 口袋做的比較小 所以看起來屁股就不會 到很寬的感覺 然後還有一個 翹臀的深V線 在這邊 OK 這裡喔 它做的很深喔 它是真的有比一般褲子 還要再低一點點 一般可能只有這樣吧 對 一般就是平平的 角度沒有那麼下來 對啊 然後它就幫你再往下 對對對 然後前面的話是在側邊這裡 就是它有一個 前傾車縫線 啊這裙子也有 這裙子也有 這邊這裡 有嗎看到嗎 側面這個 側面的這個線它做的比較前面一點點 因為以往的褲子都是做正腿邊 但是我們做的比較前面 所以你的大腿看起來就會比較瘦 是更修長一點點 嗯 OK 矮個子也都有尺寸嗎 對啊 有15個分 對 15、160、165 就只有裙子 就只有裙子沒有分長度 對 裙子沒有分身高啦 但是就三個尺寸 因為它長度剛剛好 1500 其實就OK 就是差不多七八分這樣 對對對 因為還有開場 然後顏色都有深藍跟深黑 所以大家可以看你缺衣櫃你缺什麼色 是的 那這肯定要包色啦 那我就包兩款 兩款 兩色都是穿得到的啊 都穿得到 而且這種就是 夏天真的很多短版的衣服 然後到後面一定會就是受不了 在這裡這麼高 對啊 還有一個最重點沒講 就是哪裡不一樣 就是我們的扣子在旁邊了 對對對 差點忘記它 中間是沒有排扣的 對 就是以防你那個扣子一直爆表 就拉臉突出來 對對對 在這裡喔 然後裡面有一個安全扣是防爆的 就是拉臉不會爆開 在這邊 有一個透明的隱形口 很貼心耶 因為這個拉臉有時候會這樣子 往外開來 或是夾肉肉 對對對 可是它是防你的這個透明的扣子 所以就可以固定得很好 好 有三款喔 三個款是 宅管喇叭 群子 快去買喔 快點瘋狂留言 好 我們準備要抽出了 紅利金就用在她身上了 300塊喔 來 來抽了 抽好囉 誰 就是這位 看得到嗎 在嗎 劉小 陳 劉曉辰 小陳 小陳 你在嗎 你在嗎 小陳 你在嗎 小陳如果不在 小陳的朋友可以幫我按下 快點回覆一下喔 沒有小陳的朋友 小陳的朋友有嗎 好那我們在等小陳的過程中 我們先跟IG的朋友說再見好了 好 對對 IG的朋友有問題 請問上衣也有嗎 有 上衣 妳說她的上衣還是 她身上的是 下下週 對 但我身上的是已經上獎了 對 小陳在 恭喜 恭喜你 得獎者 好喔 IG的朋友 拜拜 IG的朋友先說再見喔 拜拜 定格一下 我們要定格7秒 對 十九八七六五四三二一 好的 拜拜 拜拜 FB